感謝祖寺神明、呂東斌、呂先祖庇佑百姓 福澤四方 琴跑基層非常重視名義和宮廟文化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之偉 在市議員正文廷和吳華家秘書等人陪同下 特地到仁愛區南農路山上 信眾眾多的龍泉宮仙宮廟 贈匾折梨樹給廟方 童之偉說自己的阿公 慶安公主委童勇 當年從萬里來到基隆打拼時 基隆就在山下 自己小時候阿嬤則是經常帶她來龍泉宮 參拜呂先祖 這裡有著她小時候滿滿的回憶 在我們宋小姐主委副主委的團隊 這幾年的經營之下 龍泉宮這幾年香火鼎盛 原本的漏水的環境也都改造得非常很好 我們附近的這些阿嬤們 它其實這邊是一個生活據點 大家的阿嬤都會來這邊聊天泡茶 我們這邊也看看一些古蹟 其實龍泉宮有很多故事可以說給大家 因為早期在日本時代 這邊是古靈寮阿跟第一陣 應該老一輩的基隆人都聽過 他就在山上 古靈寮阿就是養牛的地方 第一陣台地的地方 所以過去到現在這邊 有非常多的歷史跟故事 那小時候阿嬤也常常帶我回來龍泉宮拜拜 因為為什麼說回來呢 我阿公從萬里到基隆的第一間 就在我們印人裡的龍泉宮的三角下 所以我們小時候這邊是一個歷史的記憶 然後小時候也常常在這個山上跑來跑去 那這附近其實是一個非常純樸的一個鄉村 這個鄰居鄰長也有養這些鴨養兒 我想我跟文婷姐都非常的熟悉 其實我們常常回來這邊看看走走 那今天有這個機會用這個議長的身份回來政免 非常榮幸 其實也非常感動自己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那看到大家都生活的平安健康 其實回來也是看看我們的鄉親好朋友 就希望回家一樣的地方 市議員鄭文廷同樣肯定廟方近幾年來用心經營香火鼎盛 也希望建廟八十年左右的龍泉宮 一些宮廟文化的古蹟文物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 在宋小姐的努力經營下 那當然議長他也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 在一些文物以及歷史相關的這一些古物 我們在這邊看到很多的古牆 然後古物的一個維護跟修復的一個工作 我們都希望這一座古煞能夠得到很好的一個照顧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市政府以及議長的支持底下 協助廟裡面把相關的文史工作把它堆疊出來 讓後代子孫能夠更了解這個地方 畢竟這裡是許多禮的一個信仰中心 所有的這個祭祀或者慶典活動 其實很多禮的禮民都會來到這個地方 最特別的是龍泉宮祖寺神明呂先祖的神像頭 有別於一般宮廟的木雕神像 這裡則是用石頭雕刻而成 起因於大約八十年前當時的居民 進入山洞躲避飛機轟炸時 膜拜山洞裡面的一顆大石頭 希望保佑民眾平安度過劫難 果然石頭顯靈 大家平安無事 後來又因為神明顯像才知道是呂先祖保佑 因此用這顆石頭雕刻成呂先祖的神像頭 參拜到今天 在山洞裡拜那個一顆石頭 稱為九陶宮 九陶宮 就有一天就有一尊神明就出現了 他們把它拍起來然後把它雕出來 就現在這個 現在看到先祖的這個頭像呢 他的髮像這個頭就是當初那個九陶宮的九陶 這是那位祈禱告訴我的 廟方表示呂先祖更正對聯一幅 希望信眾們多做善事 也能夠依照這幅對聯修身兼修行 他叫我把這個寫下來 人和天心 天佛偉 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說 我們人生在世修煉的是什麼呢 我們修了就是我們本身的這尊神 我們這尊神要怎麼修煉呢 就從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氣脈開始 當我們修煉到整個氣脈通了 我們就會跟我們頭頂上的這尊神 合在一起了 人和天心 天佛偉 那時候你就是神了 你就是天人了 所以我們的橫筆叫天能天能 這是女主交代我要做的事 廟方非常感謝議長 統治委對女先祖的崇敬 以及對廟方人員 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關心 更願意聽取地方民眾的心聲 為地方盡心盡力 謀福利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